那么就来看到吴征今天早上不小心说溜嘴讲出来的说 或许今天在下班之前宪法法庭可能会有结果出来 那到翁晓菱因为他后来就拉了翁晓菱来垫背 那就说翁晓菱委员之前就说过推测国会改革法 是否违宪最快9月初就会有结果 他说由此可见各方都有类似的推测 可是问题是不管是这个暂时处分的部分 还有视线结果我先请教兵哥 就说这看起来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蓝白你要怎么反制 因为如果说他们就已经是有定见了 已经是这个样子 尤其这个暂时处分一出来 你国会改革法案你就没有办法启动 我们早就知道是这样了 那蓝白能怎样 蓝白能怎样 其实如果按照吴宗宪跟黄国昌的办法 就是不能怎样 就是这样啊 吴宗宪已经讲了 他说如果我们继续在抗争下去会影响到社会和谐 所以说就只能够 因为大法官就最后一道界线 那大法官如果做出来的视线 他们就只有接受 那等于说国民党这边大概就不会有任何动作 那黄国昌也老实讲 他说如果大法官决定了 那他也不能怎样 那就是结束了 不就这样吗 就结束了 所以我这几天我一直在问 就是视线结果我们早就知道 不管是今天决定或是9月才决定 我们都已经知道结果是什么 那请问一下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在一党到底打算怎么办 你们就接受吗 那如果接受的话 就只会有一种结果 就是以后赖清德每一次都这样跟你干 你提了所有法案 只要他不喜欢马上要求视线 然后就再把你打回票 以后就是一直这样重复 那请问一下赛亚党打算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只有一种办法 但是赛亚党会做不做我不知道 就是走上街头啊 只有这个办法了 你就只有 上街号召民众起来 表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大法官这样的视线 你只有这个做法 那如果你召集不到人 那就表示民众接受啊 那你就只有认啊 那如果你能够激起民众的义愤 让大家都愿意走上街头 发出怒吼 甚至形成像 比如说像当年的百万岛匾红山军一样 那自然而然 民进党政府就会感受到压力啊 那赖清德就会去考虑要不要低头 那如果你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 那抱歉人家理都不会理你啊 他们现在就摆明就是这样干啊 你没看到赖清德前两天不是还在 慰问这些民进党的立委 说他们这一个会期很辛苦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 下一个会期继续这样干 就这样就跟你定到底啊 那定到底之后 如果真的表决说你到时候再事件解决啊 就周而复始就是这样 那请问一下 那蓝白有这个决心 有这个想法要走上街头跟他们干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宣布现在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大概所有的法案几乎都是这样 除了民进党同意的法案之外 他不同意的法案全部都跟你对着干 那你打算怎么办 所以我跟你讲对付民进党 如果光想走一般正常的途径 你是对付不了他的啊 不要忘了民进党一大堆都是法律人出身 他们很会搞这一套 那现在整个国家机器也被他控制 司法体系也被他控制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对抗这一种 操纵整个国家机器的怪兽 请问一下你打算要怎么办 你必须要拿出勇者斗风车的精神啊 明知不可而为之啊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 退此一步即无始所 你要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坚持 你才能够跟他对抗到底 不然的话就是举手投降 因为我就直接预告未来四年大家都不用玩 就是这样子下去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心很重要 可是问题来了 有这个决心吗 我看民众党是不想玩这种事情 那国民党看起来朱立伦也没打算要玩这个东西 那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不用等到九月了 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结束了 实际上在我本来的看法是 这一阵子趁这个 就是暂时处犯还没有进来 还没有出现的这个空窗期 你们应该不断的成立调查小组 然后所有不愿意来的 比如像陈吉仲啊陈时中这种 立刻说他藐视国会 立刻就送办 让大家看看 第一个他们之前不是在造谣吗 说立把委员就直接可以处罚他 可以关他把他关起来啊 事实上不行啊 对就走一遍给大家看 对你就实际走一遍给大家看 然后让大家知道 如果真的官员藐视国会了 如果这些人不愿意接受调查 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数字 立法委员的权限到什么地方 就演一遍给大家看嘛 那为什么不做 因为你们传话呢 陈吉仲就是不来啊 那不是就可以开闸了吗 那为什么不干 那你们都自己都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了 你们已经没剩几天了 因为今天也许真的像凤馨所说的 他们会拖到下礼拜一 因为太难看 那可是问题是你们的作为在哪里 你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作为啊 所以当你没有利用这段时间作为的时候 就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就结束了 因为对民党来讲 你们国民党跟民众党 屁股有几根毛都知道 一举一动都被我预料到 你不会有任何作为了 那就结束这种攻防 就跟半家加酒一样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只是可惜 你们好不容易经过这个混习 大家的抗争 好不容易终于通过这个法案 到最后被这样解决掉 而且你们还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这样不是很悲哀吗 大家这么辛苦为了什么 所以我真的觉得 国民党跟民众党都要去仔细思考 你们到底要不要走上街头 如果没有这种想法 那不如以后大家也不用忙 我们就轻轻松松吧 反正结果都一样 我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主张 针对大法官就是上街头 你别无其他的方法 至少大法官这些人 他们现在藏在幕后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 那你就要让大家都认识 这些大法官 那五成的人不信任大法官很多吗 不 蓝白加起来的支持度是60% 你至少应该有六成的人 不相信大法官 你才有更往外扩张的这样的余地 各位你要想清楚 就是说现在看起来 对赖清德是少数总统 他只有40%的选票 60%的人不赞成他 然后并不希望由他来执政 但对不起他40%的选票 他掌握了行政 他掌握了司法 他掌握了监察 他掌握了考试 他掌握了媒体 他还掌握了街头 所以你如果没有下定决心 你要突破其中的一个防线的话 我请问各位 这有什么好抗争的 就你在立法院所做的 所有的努力 我觉得现在在野党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众党 都太珍惜了 他们在立法院 好不容易拥有的多数 很担心这个多数 可能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不能够在其他的方面 就我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在媒体 或者是在街头上面 你跟民进党有所抗衡的话 你这个在立法院的好不容易的多数 是维持不久的 所以你必须要下定决心 你要给大家很好的理由 让大家知道说 为什么这一次大法官会议所做的解释 是严重的违宪 为什么他这次做的解释 是严重的伤害台湾 你要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说大法官会议做的解释 就是以前的大法官的会议 就大法官的任命 以前因为他必须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立法院其实大概都在相对 就是过去这差不多二十几年的时间 应该是从1993年开始 立法院的结构差距就不是很大 一直到上一次 那个差距拉到很大的时候 那么整个的大法官内部的那个人事的安排 就变得非常的偏离了 那接下来你就看到那个大法官 我不是等到民进党说什么 赖清德说什么 然后吴征说什么 你才知道说 大法官应该是已经有定件了 你想想看他这么快速的 要求要开宪法辩论厅 然后那么快速的 然后送一份文件 然后就到了立法院说 你们赶快指派你们的代理人 根本就不尊重 我们是五权分立耶 人家立法也是其中的一个权耶 你司法高高在上做太上皇吗 他每一件事情都已经凸显出来 他们已经为所欲为了 所以他们已经都为所欲为了 你还在那边想说 大法官是崇高的啊 是神圣的 他自己让大法官成为了一个可笑的名词 然后我们还要去推崇他的神圣性 推崇他的这个崇拜性 所以对我来说 我当然就是号召民众啊 告诉民众说 这样的大法官是如何伤害台湾的民主 伤害台湾的自由 然后让贪官污吏 可以有所顿逃 这就是重大的一个问题啊 那你不凸显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大法官会议解释完了之后我就接受 那我当然会觉得 我当然能够感受得到寒冰的愤怒 嗯 其实他刚刚所有的话语里头就是充满了愤怒这样 我也确实对这件事情来说 我就觉得说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重要时刻啦 他告诉在野党就是说 我觉得你够了好不好 你不要再以为你是代表中产阶级的政党 所以你就不能够上街头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中产阶级的革命常常是一个最严重的革命 就如果你真的能够让大家知道说 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对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社会 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你没有这个论述能力 你就没有资格当在野党 在野党就是要野一点好吗 好说完了 好 好